新聞大敗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們台灣的選舉真的非常熱鬧 五花八門各種話題都會出來 剛剛有人說應該要談政策 可是談政策呢 看起來選民可能沒有那麼有興趣 媒體可能也不會報導嗎 我們來看看最近在中二選區 台中第二選區這件事情 太多太多的話題 我們一一來爬梳 還記得林靜宜其中的一位 民進黨推薦的候選人林靜宜 她就說過過去在這個選區 要選舉都要穿防彈衣 那個時間點人問她說 到底是誰穿防彈衣呢 林靜宜又說我不便透露 可是今天有一位當時在這個區域參選的 民進黨籍的現在是市議員 當時她參選的是也是補選立委 陳世凱她就秀出了2013年這張照片 當時她在這個跑行程 然後穿的是一張防彈衣的照片 上頭還有警察兩個字 她說對啦 那個時間點因為有警察認為 她的安全有疑慮 所以要她穿這件防彈衣跑行程 她就說有啊怎麼會說沒有呢 明明就有的事情2013年那個時候是 國民黨執政 然後她的補選對上的也是嚴寬恆 可是這個照片一曝光 很多人覺得有非常多的疑點 包括應該這麼講 過去也有一些候選人會說 我人生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我去申請保護 或者是警察會評估狀況 也讓我穿上防彈衣 可是人家穿的防彈衣是長這樣的 來看一下2011年 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李慶華 他被警方要求穿的防彈衣是長這樣 上頭沒有警察這兩個字 2008年總統參選人馬英九 他穿的防彈衣 他是穿在裡頭的 可以看到也是一樣 是一件素色的 再怎麼樣都不會有這兩個字 那這個郵書會 台北市議員郵書會 他也去問了這個警察 警方的同仁問他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流出這樣的照片 這是違反規定嗎 警方只是跟他說 這個警察的識別標誌 需要警察的同仁有 你是警察 就是說簡單講 你是警察你才能穿 你不是警察都不可以穿的 如果提供給候選人 這個一定是把它撕下來的 所以怎麼會有這樣子的 一張照片流出來 他到底想要凸顯什麼 來 我先跟大家講 籤子剛剛講99%都對 但有一%不對 來 導播拍下來 馬英九那張照片 馬英九 對 你說他是深色的 這張照片是告訴你看不出來 他有沒有在防彈衣 因為他穿在裡面 裡面還有一個夾克 那個是國民黨的夾克 不是那件黑色的 看不到 就是在猜有沒有 就在他的那個 因為我離他很近 就看到你是不是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很負責跟大家說 我們中華民國的選舉史上 是在2004年的 特朗普總統中彈之後 才要求總統候選人 穿上防彈衣 而且是國安局的特勤中心 不是什麼地方的警局 當時不是只有馬英九 2008年跟他選的 然後跟你看謝長廷這一張 也不確定有沒有 他去這個松山慈惠宮的時候 你看這個師傅 大家應該都看過有沒有 走出來的時候 媒體也在猜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兩組都很熟 跑馬英九跟跑謝長廷的 我是跑馬英九那一組的 一天到晚看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我肉眼看到 我有看到他穿 裡面有一天比較厚 可是完全在襯衫裡面 就像我現在襯衫裡面 不會露出來的 我今天為什麼要防彈 就是因為如果有人對我不利 我要殺害候選人的時候 他打了我 他發現我已經得手了 就沒想到你沒得手 我防住了 我穿在外面的時候 我就繞開防彈衣直接打頭 怎麼會穿在外面 所以包含你現在所看到的 其他的這些候選人 縣市議員 鄉長 都曾經有跟警察 主動借防彈衣的紀錄 我有很多警察朋友 很多 你有兵器 問是哪一個 有人跟你照過嗎 有 鄉長都來借過 不好意思 假設你是警察 你可以幫我照這個 我現在穿給大家看 現在這樣很危險 穿得在那邊路上給大家看 你一直都是作秀嗎 我沒有講作秀兩個字 但他有需求 既然有需求 那警方我就會配合 但第二個 你借來以後 你是穿在外面 那你是穿幾點的 你今天就是因為要保護自己 所以他才穿 那你今天除非你是警務人員 像那時候侯友宜 不是跑去南非五官的那個官邸 他是警務人員 他當然穿你 他不管裡面外面睡 他就是直接 到了現場以後就套上來了 候選人 政治人物 他是幹嘛 他要去執行 去衝鋒線 沒有 所以我跟大家說 是總統大選 在2004年之後 2008年開始 國安局的特勤中心 會建議候選人穿上 但是穿上的過程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八卦蠻19這一張 跟剛剛謝陽庭那幾張 他不會讓你看到 他有沒有穿的 而且他用的 絕對不是警察這一種 他是德國製比較薄的 可以穿在西裝裡面的 而且可以防彈的 當然他還有其他部分 有人說步槍防不了什麼 那我們今天就不提 你穿在外面 而且還開心照相 我先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今天林靜怡有回答 我今天不分藍綠 我先講這個事情 今天林靜怡今天下午 有記者去訪問他 他說對 你看陳志愷 就把他九年前照片聽出來 我先看了一下 我想說這怎麼確定 這是九年前 他跟現在陳志愷 就看不太出來 好 那只能證明 陳志愷他之前九年來的 那個面容沒什麼變 還是一樣年輕 第二個 九年前 今天林靜怡說什麼 等一下上網去來 Vincent給你看一下 他說九年前 台中二選區是這樣 不穿防彈衣不敢選 九年後的現在 因為他準備要投票了 我們已經變成希望快樂陽光 請問過去這九年 有七年是嚴寬人當立委 嚴寬人讓台中二選區 從此不用穿防彈衣 那你還不感謝他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如果2013年沒有穿防彈衣 就不能選 第二個 那個時候 其實陳志愷講過很多次 他說他穿在裡面 連他的助理都不知道 對不對 那你今天又變成是穿在外面了 大家懂我意思嗎 因為陳志愷說過這個事情 他說當時我去掃街 我都還不敢告訴我的助理 我好害怕 有人放篇炮 我都對不對 那所以有人放篇炮 你都嚇一跳 你穿著防彈衣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樣你的助理 是把啾吐吐吐 不知道你穿了一個防彈衣 上面寫警察嗎 因為當時到所有人 都已經看到你 而且電視台的人 去拍你掃街 都已經拍到台隊 怎麼又事隔了九年 突然在你臉書 偷登上照片 我現在不是挑戰陳志愷議員 我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穿防彈衣這個事情 基本上都是候選人自己主動的 除非你是總統候選人 國安特急中心叫你穿 要不然請你 就出示警察告訴你 你不穿你會被幹掉的 那個證據給大家看一下 根據我的了解 縣市議員立委 都沒有說警方建議他穿 如果你有需求你可以提 警方會給你 警方給你的不一定沒有警察 我也知道說 因為我手上就是這樣的防彈衣 我就給你了 可是你穿了 你盡可能你還要再弄個外套 否則就沒有保護效果了 陳志愷自己是這樣講 當年他為什麼會拍下這一張照片 他說是要拍給爸爸媽媽看 因為爸爸媽媽也懷惱 爸爸媽媽會擔心 所以拍這張照片 Send給爸爸媽媽 他的說法是這樣 不過我們來看看林靜儀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選舉的人 是林靜儀跟顏寬恨毛 林靜儀是沒有錯 他在去年底有這樣講 他說真的有穿防彈衣 可是在今年 就隔了幾天有人再去問他 他就說勇敢是我的防彈衣 因為有記者問他說 如果這樣子 那你要不要也申請一件防彈衣 他說勇敢是我的防彈衣 那我們也知道林靜儀 他本業是醫師 過去也很多現在支持他的人 包括蔡其昌 包括很多的民間友人 都跳出來說 林靜儀是溫柔堅定 這件事情要怎麼證明 他們都會紛紛的訴說 過去在他們生命裡頭 林靜儀幫助他們 讓他們的孩子可以健康茁壯 包括呂發的一位女士 僑胞黃海寧 以及蔡其昌 自己都說自己的親身經歷 溫柔堅定是林靜儀嗎 我們來看看柯文哲 至少柯文哲 好像就不是非常的相信 柯文哲這兩天 跟林靜儀有隔空對嗆這樣的協議 我們先來聽聽看 林靜儀在罵說 你應該回去管好你的防疫 怎麼看 就是這樣 這個林靜儀說 對台北市的防疫 有什麼不滿的地方 請你提出你的意見 我很想看看 你的醫療專業是什麼 可以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是柯文哲這個 要問林靜儀說 你到底專業是什麼 所以看起來柯P 一個民眾黨的角色也介入到 或者是某種程度 很巧妙的融入了中二選舉 來 柯文哲是葉克摩的專家 林靜儀是婦產科醫師 如果要談公安衛生 這兩個都 跟這兩個都沒什麼關係 你有什麼資格去質疑別人 這個來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是昨天 蔡總統到萬華的宮廟 幫林昌佐站台 請問這一位是誰 這一位是誰 黃成果 對 為什麼又是他 辭的國策顧問 還不是每天對情對 蔡總統之前去用養工廟 黃成果是跟 昨天帶林昌佐去造勢 也是跟 要講什麼 所以籤子其實 不是我忌妒趙以降的這個 年輕 帥 英文好 不是 但是觀眾朋友你要看 他是要代表哪一個黨去選 市議員 他百分之百有 這個參選的自由 有從政的自由 可是他代表的那個黨 這個民主退部黨 就是用這些奧博 這不是奧博是什麼 禮拜天就要投票了 我請問大家如果林靜宜贏 言寬恒輸 然後大家都不用再穿反應 因為林靜宜贏了 如果言寬恒贏 大家繼續穿 怕要死 我可以用開槍 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會選成這樣子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不要各打50大板 就從第一段趙一翔 到底是誰先開始這種 報復性的 第一件是誰幹的 我們細數中華民國選舉來 從中央到地方各種的奧博 哪一黨的奧博出的比較多 哪一黨的奧博出的比較兇 那我先自首 如果要講買票的話 國民黨以前買票給兇了 我講的是奧博 各種怪招 各種抹黑 現在就拿防彈變性出來說 要來幫你影射 我覺得很奇怪 嚴寬恒都已經就講了 寬恒有什麼做不對的 你把我抓起來 你抓我的四個里長炒米粉 兩天問三次 問一問就算了 所以檢調已經變成叉叉了 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你辦炒米粉 人家肉圓都沒問題 炒米粉不能吃 但是肉圓可以吃 這到底是什麼標準 沒有標準可言 這個就是禮拜天 投票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還是預祝這個 Vincent能夠高票當選 但是我還是要講說 這個黨 跟你剛剛講的那個是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你在大安文山區 大安文山的頭人是誰 不就是他嗎 你是在選什麼意思 我們看不見 所以Vincent跟國歌也滿熟的 其實我就簡單說一句話 如果有人在大安文山區說 我九年前 穿了反彈背心的話 然後因為這次警察 今天我穿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會被笑出場 會被笑出場 你知道嗎 但為什麼今天在中二選區 有人這樣子說 確實有人說是真的嗎 而且還會有問題說 到底是什麼時候穿的 你為什麼要穿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中二選區 嚴家所塑造的一個印象 其實我今天不瞞大家說 嚴家本來就是一個 複雜的一個家族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這是公道化吧 對不對 我也沒說怎麼樣 但是複雜家族確實牽涉到 不同的一些 爭議性的一些狀況對不對 所以因此其實在中二選區 為什麼大家一直講 穿防彈背心 然後大家不眨眼 就覺得說 好像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我不是說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我說 大家好像覺得 不會太以這件事情為依然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 大家所在中二選區看到的 過去的一些現象 所以 因此我覺得回到中二選區的本身 其實我一直說 我希望才談政策 但回到中二選區的本身 我希望大家可以反而去檢視到 這個什麼林靜穎的政策是什麼 嚴寬的政策是什麼 大家做一個交叉比較 然後認為說 對於中二選區選民 最好的一個候選人是誰 然後再投下他的選票 對 堅助補充一下 陳柏惟當了一年半的立委 林家總當了四年的市長 蔡總統當了五年的總統 你現在跟我講說 中二選區很危險 為什麼 你憑什麼 沒有 陳柏惟立委做嫁 林家總市長也做嫁 蔡總統做什麼總統 趕快抓起來 他媽媽的坟墓有問題拆 罰款 但是我覺得莫名其妙 到底這個營是什麼 你年輕從政策開始營 沒有談政策 談政策 後面是你們董 你們董會在家裡 我都不回答 是 其實民進黨也只是很久 從中央到地方 如果用台中來看 中央到地方民進黨都在執政 為什麼還會有這些 會聲會影 或者是可能的 有人會相信的事情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中二選區的狀況 我相信大家在節目上 都討了很多次 至於中二選區的過去的一些歷史 還有家族的一些狀況 我相信也被討論過 這也不是藍跟綠的一件事情 過去都有去提過 怎麼沒有把他這個好好的根除 我們蔡總統直接五年了 這個要問國民黨 這個演家是國民黨籍的 蔡總統當五年總統問國民黨 如果他們有違法事實的話 嚴慶標是不是被 那為什麼不辦 嚴慶標是不是曾經被抓去關了 那是另外一個案子大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有去辦 司法如果有觸及到司法去辦 但我也不會去隱設 他們沒有觸及到司法的事情 我不會去隱設他們去做這些事情 是你們的黨好嗎 所以我今天所說的是說 過去大家對於中二選區的 一個了解跟印象 那要什麼時候才能解決 那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這是未來的討論 你刻板印象可以當證據嗎 來 最後20秒來 我覺得物極必反 就是說如果要把台中二選區 講得這麼的不堪 好像還是這樣子的黑影蟲蟲 然後黑槍泛濫 其實我覺得地方選民 未必他們會接受 他們反而可能會反彈 答案1月9號就會出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馬上回來